看了短片我们才明白 原来妻子的种种做法也是事出有因的 今天我们的苗先生的妻子 也自愿来到了我们调解现场 您好 叶女士 叶女士先跟我们说一下 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希望我的丈夫回到从前 踏踏实实过日子 您觉得 今天夜夜做好自己的学校生意 您觉得他现在什么行为 让您最不能接受 刚才他说的有些都不是 不是真的 哪一些你跟我们讲讲 因为我们学校是做小吃的 家里生意做得非常好 他这个时候家庭不顾 他属于服务正业我认为是 那有严重的要把他送到心心病医院 他每天写 每天写 不自知他每天写 写过以后他要练习吧 写多长时间每天大概 他白天写中午晚上都一直在写 只要我回家他都在趴着写 就什么都不管了 对 所以你就把他送到心心病医院去了 对 第一次吧 医生说他比较执着吧 比较 干工作比较执着 也不能说这精神有问题 后来了 后来我又给他送了一次 对啊 医生都说正常 你为什么还要第二次害怕的往里面去 他那小品的有情节嘛 他在练习 有一次我回家了 回家他在马桶上练习 坐在那练习 眼睛都练红了 这个时候太气愤了 我说你确实是有精神病 要不然会是吗 这样 老婆你说的不对 我不坐在马桶上 因为我太痴迷了 不知道细节决定成本 战略决定成本 我们是在个明星大碗赛跑 人生就像跑道上的竞赛 事实上对手无垠 一泻气 一输懒 就可以败一下正常 所以说我坐在马桶上练 太痴迷了 你不至于把我送到神经病医院吧 他一坐坐几个小时 在一个练习 把眼睛练红了 最后我问他练习什么 说练习什么抛眉眼 把我气死了快那次 练习抛眉眼 把眼睛练红了 我知道笨鸟先飞 我没有上过艺术院校 我对着太痴迷了 所以你平常人 都不会坐在马桶 我有时候住在公园 在大街散步 在公交车上 我就表演 我是对这种事业太执着了 您是喜欢小品 还是喜欢春晚的 我总觉得赵本山能当小品王 我不能 我个梦想 我不能当个草本小品王吗 所有成功的人都是点疯子 疯子个天才 就参了一点点 一点点 那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的梦想是演小品丧出门 给全国人民带来欢乐 是我不遗憾 是全国人民不遗憾 所以这一切的梦想 都可以让你把现在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放弃 你的妻子说你现在完全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也不上班 一手打造起来的学校 也不去经营 还要把老师们也拉着出去一起演小品 他不仅把我们的老师拉进去了 我们的学校呢 学校品尝厅 就是学员来这品尝小吃的吧 那个大厅 他现在变成排练厅了 然后呢学员也有意见 因为他们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嘛 这个时候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这三年他现在是天然演小品 就什么都不管了 学校也是 什么都不管了嘛 我现在组织这一块 现在各方面出现了负面影响 负面消息信息和负面的问题吧 我们再努力解决 那先生把那些老师叫出去 一起去演出的时候 那些老师是自愿的吗 还是被逼无奈 你问他是自愿的 是被逼的 这里面肯定有被逼的 我妹妹是被逼的 叫苗栗 她家的孩子 以前上五年级 在班上都考虫一数二 经过这一件小品不当你 她孩子考了48名 她为了她孩子的前途 她当了叛徒 什么叫当了叛徒了 她不站在于这一边了 那苗先生没想到 你现在自己的因为这个行为 让全家人受到了很多的损失 你考虑过吗 我总觉得有得不有失 能给人民带来欢乐 你不失去点 会能得到 从今以后你不要要钱了 看见怎么演 儿子和老婆 他两个人 他两个人肯定能顶上一个人 但是我儿子现在接管了 但是我听说您儿子 要结婚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你为了排练小品都不去参加他的婚礼 你觉得儿子还愿意站在你这一边吗 房子也不装修 房子也不装修 房子是我装修的 我儿子我侄儿也装修的 家庭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国家的小事就是演小品啊 上春晚啊